俄罗斯在地中海举行的史上最大规模海空联合军演,9月8月进入最后一天。 然而,就在俄军多达20艘舰舰舰对着目标区域火力全开,进行实弹发射之时,后方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把俄海军基地竟遭到袭击。 据俄生意人报7日报道,在影色列战机,4月对塔尔图斯发射大批导弹之后,驻视俄海军基地允许遭到不明武装无人机风群攻击,甚至在基地军杠水下,也出现疑似武装挖人。 对此,俄之方反应极为神速,48小时内从国内调来堪称俄军兵王之王,得以支特种作战分队,力保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不失。 俄没认为,是俄联军即将发起对极端武装组织的最后一战,俄军绝不容许在续境内的两大基地有任何闪失。 诸续俄军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卫星图像,俄火防部发布的消息相当简短,仅表示,俄军特种作战部队分队,完成了特种部队人员和装飞的战场任务,并在俄海军舰队驻扎地区演练那对抗破坏者的措施,俄军发言人则用四个字来概括俄特种部队,在地中海军宴中的演练内容,全套课目,俄眉披露,俄军此次 出动的很可能,是此前在叙利亚大规模战事,中立功,无数的格鲁乌特种部队,格鲁乌隶属于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主要任务是威慑与阻止突然袭击,并深入敌口进行侦查和扎手行动。 相比例是俄联邦安全局的安法特种部队,格鲁乌是俄,军方进行特种作战,这尖刀中的尖刀,最擅长在战场环境中,执行各种隐秘突袭任务,俄军方发布的特种部队抵达涉利亚海域视频截图,格鲁乌特种部队具备空中、海上、陆地三期作战能力, 而且拥有惊悍的八人分队,其主要大兵武器有N-94突击步枪,麦卡洛夫无声手枪,VSK-94轻量化狙击步枪等,并配有先进的大兵防护,协行一体装具,夜视衣,战术电台,无人机和各种侦查设备。 资料显示,格鲁乌至今已有近700名队员,获得国家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俄美城,格鲁乌部队再次抵达涉利亚参战,不但可以对俄军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美米母空军机的形成更严密保护,而且还能对极端武装组织正在实施的新战术与一阵风相对的反击。 此前,逊俄联军在叙利亚古城巴尔尼拉,附近围间,了一股300人的特别极端武装组织,据该组织备备复人员交代,他们在叙北部美军控制的阿特泰夫军事基地,接收了长期而严苦的特种作战和游击战胜练,俄军特种部队准备在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登陆。 虽然在叙利亚大规模战事结束之后,俄美各自特种部队,在市境内,的暗中交手从未间断,但由美军特种并交官一手一脚交出来的极端武装特种部队,还是第一次出现在战场上。 俄洞察者开网站认为,俄军此次紧急从国内向叙利亚调去格鲁布乌特种作战分队,恐,怕与战场上极端武装出现的这一最新动向有很大关系。 助势俄军发言员近日发布的信息显示,除了塔尔图斯海军基地附近,出现武装分子的无人机和挖援,和美米母空军基地在近一个月内,已经以防空系统摧毁了极端武装的47架无人攻击机。 助势俄军在以军战机空袭塔尔图斯和哈马地区的当天,出动多架速34战斗空架机空袭了极端武装的无人机基地,洞察周开网站认,助势俄军显然正在针对极端武装的战术变化,迅速奔强自身在叙利亚的特种作战,和空中精确打击能力。 俄军缩到34战斗空架机,对于俄军特种部队,再次在叙利亚战场出现大动作,美国主导的所谓叙利亚,国际联盟网站8月发布信息称,美海军陆战队一支精锐连级分队,在多架战机的配合下,在舒埃特探赴军事基地55公里范围内,进行了空的一体快速作战部署演习, 这一演习只在防御针对国际联盟控制区的任何快速秘密渗透战,接近该联盟内美军特种部队教官的人士向网站透露,美军教官正不断向联盟武装组织强调,最危险的对手来了,在特种作战领域,连美军都无法保证能额特种部队抗衡,更不用说由美军培训出来的那些武装组织的特种部队, 中文字边缨�